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荣江 国民党立委最近一直在催出 蔡总统要登太平岛宣誓主权 不过国安局长蔡明彦说 现阶段不建议总统去 因为情势紧张复杂 果然中国今天宣布 要在南海海域进行军演 国民党是不知道国际情势 还是故意要将蔡总统推上危险呢 那同样涉嫌泄密的蓝委马文军 今天就安排了国家情报工作 以及国安业务的机密会议 那涉嫌泄密的人 还能听取国家机密 这不是非常荒谬吗 但同样的事实一再上演 虐童案蓝委王玉敏 依然是当会议主席 那台北市议会本周五 要开临时大会 国民党打算发出假动 禁止议员出席 造成留会 那还有国民党议员陈崇文 疑似收受警用监视器业者的贿赂 还被发现 毫不避讳地跟业者喝花酒 那这些蒋万安通通不用报告 国民党打算只手遮天吗 另外拆凉行动最新进度 谢果良施政民怨冲天 除了要盖摩天轮 还有超跑嘉年华 又要封街 这塞车炸街已经惹出民怨了 谢果良忙着跑行程 忘了社工三个月的调薪薪水吗 那公文卡在谢果良办公室三个月 到底怎么回事呢 蓝绿白为了争取年轻人的支持 直播成为趋势 绿营无针的老板叫我开直播 他说压力很大 白颖的美女群也在主持网路节目 效果好不好呢 最近局势发展 今天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现在好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立委 王定宇 中江大家好 好 再次桃云市员于北陈将军 中江好 大家好 资认美田吴国栋 中江好 大家好 好 还有在国民党立委叶元支 中江好 大家好 在经理人徐清皇 中江好 大家好 在政学教授范世平 中江好 大家好 好 我们来看立法院今天进行 国安秘密会议 招委马文军反枪绿营 不论之地委还是官员 手机放进柱柜上锁 全身接受电子探测器检查 立院新慧琪首场秘密会议 在外委会登场 由马文军担任招委 因为先前卷入前件 泄密风波 引发疑虑 现在请局长说明一下 刚刚在本席主持的 秘密会议当中 有没有什么危害或影响 在我们会议进行的 一个相关的行为 国安局这边会配合到 外委会招委 针对他的职权的行使 邀请我们去里面 来做相关的夜报跟专报 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希望都是在现场 就可以直接指出来 而不要在后续的时候才放话 尤其是在经过很多年以后 职权开始前大动作自清 马文军把矛头对准 民进党招委王定宇 对于马文军的说法 王定宇相当不以为来 要他别打物质战 新会期第一次秘密会议 意外引爆 来与外委会招委隔空护告 好我们看到立法院荒谬剧 不断的上演 就涉嫌泄密的马文军 今天主持国安情报工作的机密报告 那这个国安局长蔡明英有说了 他们当然是配合招委的职权 来回应相关的议题 但是我们看到 今天的马文军是特别针对 王定宇来误案 这个马文军是 现在是什么样的策略 是用这种方式来转移他 涉嫌泄密的焦点吗 针对谁都没用嘛 被高检署侦办泄密 叛国的就他 有没有罪 司法警告去查 但他用这种打乌贼战的方式 来 模糊焦点 因为他被质疑 你怎么可以主持机密会议 我先讲一个前提 按照职权 国民党推马文军当招委 他就有他的职权 那我们按照抽签 他分配到国安局 依照职权 他可以主持国安局的业务报告 也可以主持机密报告 按照职权可以 但是民众在看的是 可贵的事情在哪里 当你可以 但是因为你现在正在被侦办中 有泄密的嫌疑 我自请回避 这才是可贵的嘛 避嫌是就在你可以 你却选择避嫌 如果法律规定你不可以 你也不用避嫌了 本来就不行 所以我还在说结论很遗憾是 一个现在因为泄密韩国 韩国那边媒体报那么大 高检署在调查当中 还让他参加 他自己不回避外交国防 这种高度机密性的委员会 国民党还推他当招委 我认为是一种堕落 那他今天还特别问蔡明晏说 我跟他主持会议有没有造成危害 他是希望蔡明晏帮他背书吗 你叫委员或者议员 直接问那个局长 说我现在有没有危害 很故意的 不是这个叫借事借端 谁会 当场他怎么讲 我坦白讲 司法问题就司法解决 不要想要用政治舆论来模糊焦点 你在政治的场域 你在质询的场域 讲一万遍 都不如证据在高检署呈现 所以我坦白讲 这种做法就是心虚 比方说他扯我的部分 我觉得很好笑 就是他是具体被侦办 他是具体被侦办的事情 他讲什么 是个伟多 我说拜托 这个老掉牙的乌龙爆料了 当时黄暑光 在2019年做专案报告的时候 特别 因为马文君大概忙着 进进出出联络事情 他没有专心听 当时黄鼠然说 拜托各位 所有的工项 所有的每个项目都不能讲 但是为了怕记者 没东西可以写 就乱写或乱追 那X伟多不属于机密 各位委员 如果要对外讲的话 就讲这个 那个是非机密工项 而且是说明的时候 说你们可以对外讲的 让记者有东西写 否则记者很辛苦 他没东西写就开始猜 这个是哪一国 哪一国 不要乱猜 告诉你一个可以讲的 后来我还跟海军司令部 发了文说 来来 X伟多 有没有列为我们海舱计划 就潜见国造计划里面 施工所有项目的 所谓的机密工项 从头到尾都没有 既然从头到尾都没有 当时的会议内容也是这样讲 甚至于我那时候 招委出来记者这样督 我就告诉记者 都不能讲 但是刚才 潜见小组有授权 X伟多可以告诉你们 因为全世界 X伟多都不是机密 X伟多从来都不是机密 马文君故意一直在扯 他甚至还讲说 黄鼠光的圣言谢幕 应该要持续职务 黄鼠光的谢幕 也要持续职务 黄鼠光被查了多少次 证明清白 现在在高检署 泄密判国罪 侦办中的是马文君 如果证明 就查来查去 证明没事的 黄鼠光都该辞职 那你该怎么办呢 我那个是根本就是 他乌龙的指控 所以我才讲 今天的机密会议 有没有针对保密 有特别加强措施 有 我们其实保密 手机要放在养鸡场 手机不能带进去 二个大爷都不行了 通信器材 连那个 如果戴那个手表 是有传输功能 也不能进去 然后呢 进去之后要签 签到顺便签保密协定等等 都我们上一次的时候 就通过 委员会通过一个决议 要求按这样的办法 而且要严格执行 对严格执行 那所以我刚才讲 依照职权 当然国民党推他当招委 他就有这个职权 职权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一个人 自己现在正被高检署侦办中 能够回避外交国防委员会 这种高机密性委员会 这才是可贵的 如果一个党 认为说我的党员 现在正在被侦办中 他可以担任很多职务 但不要去当外交国防的招委 陈永康也可以嘛 那这个才叫可贵的 那还是硬推 还要硬拗 还要打乌贼战 我问你这是堕落啦 那今天有一个很有意思 他在那边 执行来执行去的时候 还讲到一个说 突然间 他不知道是口误 还是忘记的 他就讲说 那当时拿那个二哥大 我也不晓得那是二哥大 你为什么当场不制止 对 他说你那时候没制止 现在才在讲 你就承认你当时 有拿通讯器材在里面 对 的确 你等于前面说 我哪有 然后后面又说 那当时我拿的时候 你要制止我 为什么过那边才有意见 那实际上当时海军的联络官 走到他身边 告诉他委员不要拿这个 他本来不听 旁边其他部分 男女的委员说 这样不好啦 所以我坦白讲 进入司法案件 基于同事 我觉得尊重 就让司法去 清白我也祝福他 那不清白就让检掉去办 但今天是因为 在国安局的专报里面 机密的部分 涉嫌国家利益嘛 那不是你一定会泄密 而是说你今天 因为牵扯到这个案子 还没有侦查结束 回避一下 对国民党比较好 是 你不回避 大家用什么样眼光来看 就像王玉敏是 儿福联盟的董事 前执行长 你有职权当主席 你有职权排调查 儿福联盟 可是大家看到 你是儿福联盟董事 在前一周才辞掉 其实做漂亮一点嘛 你就说 那这个会议 我不主持 请别人主持 没有妨碍你的权利 但是我跟他讲 最可贵的避嫌 是来自于 你有权利做 但你选择之律 但我们现在看到 国民党是完全不回避了 那所谓的利益冲突 是完全不避讳 包括马文君 就去特别去主持 机密会议 王玉敏呢 因为他这个虐童案 跟儿福联盟的关系 这么的紧密 辞掉董事之后呢 依然当这个昭伟 依然当会议的主席 对于将军 我们看到国民党 可以完全不避讳 完全不管社会的眼光吗 我们以前在军中 一个阿兵哥酒驾 全联就要开检讨会 这个阿兵哥酒驾说 来我当主席 因为我酒驾 我最了解酒驾 所以我来当主席 这是怎样 酒驾的人变主席了 不能这样 招事者变仲裁者 对 是因为你这件事情 才要开这间检讨会的 最后你说你出来当主席 那请问检讨的是下面的人吗 不对嘛 所以我说其实王玉敏 对于儿福联盟这件事情 他不能够置身于事外 因为当时国民党会 征召他来当部分区 就是因为他对于 儿童福利方面是专才 那形象非常的好 所以征召他来当 国民党的部分区立委 那现在儿福联盟有难 你只有两个选择嘛 第一个 我跟儿福联盟站在一起 我能够协助儿福联盟 找出更多的问题 让儿福联盟解决 而不是呢 你跳出来主持 有关于儿童福利的检讨 这不对啊 他跳出来主持 其实就已经 这个撇清自己的责任了 对你是当事人啊 甚至有可能把责任 推给别人 你说你是董事 不管有几职无几职 你要辞应早点辞嘛 可是你辞掉以后 你的专长就没有了 你之所以会当部分区 专长就是因为儿童福利嘛 对 那你先跳出来 那其实董事长也讲 我们资薪很宽啊 一年后有1.9亿多 都是用来资薪的 那你只有200 他本来人家说 他只有30个社工 没有我们有300个 那300个社工1.9亿 平均下来一个人年薪 是超过60万 那不对啊 那他们说一个月才3万多 那你要不要讲清楚 你是曾经是儿福联盟的执行长 你又是儿福联盟的董事 你必须要对于这些社工的待遇 社工为什么没有那么大的热忱 就是儿福是该被监督的 现在反而是王韵明要来监督别人 你跳出来说我来监督 不对不对 那马文军部分呢 马文军现在他又是故意去扯黄曙光了 什么涉嫌泄密该这个 什么什么磁掉植物等等 自己的问题是不是反而更为严重 黄曙光现在海昆昊正在海测了 已经要海测 黄曙光他是潜舰出身的 他能够主持 他也有这个所谓的实际的潜舰经验 他甚至会跟着这些 这些潜艇的士兵一起去做测试 你把他你把他辞掉 你家辞职了谁来做啊 你问问陈永康 你们自己同党的军系立委 要不要把黄曙光换掉 你问陈永康吗 陈永康是专业的国防立委 他有没有跳出来说叫黄曙光辞职 也没有 人家都没有 只有马文君在喊 你在吵什么 对不对 你说因为 因为马文君他在被告了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判决 我们不能说他有罪 可是被告你就避嫌一下 被告就避嫌一下 其实也不用你避嫌 国防部跟国安局 自己就会有保险措施 为什么你知道吗 不会再提供这么多的翻译本了 就是原文就是批号就是型号 不会再给你那么多翻译本 据我从立法院听到的 就是马文君说 因为现在国防委员 只有我跟王定宇是老委员 其他的国防委员都是新委员 所以国防部还有国安局 你们提供资料的时候 要提供更详细一点 言下之意就是马文君 其实是看得不太懂了 人家不再提供翻译本了 他就说没有不是我不懂 是很多菜鸟的国防委员不懂 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是你自己不懂吧 对所以我说你说国防部 跟国安局相关的国安单位 有没有采取防险 马文君你也不要抗议 为什么你知道 本来就该有 本来就该有 为什么你知道吗 我们提供所有的资料去开会 开完会回来以后你知道吗 国防部都要开保密军官的检讨会 就是你这一次提供出去的资料 有没有因为我们的手续 或者是作为不够谨慎 而造成了军机有疑似外戏的状况 那国防部不可能去检讨立法委员 国防部觉得 国防部没那么大的胆子 国防部没办法 国防部没有那么胆子 去检讨立法委员 那怎么办 检讨自己 你这个保密军官 有什么方式可以更周延 更机密 那不要让他泄密 所以国防部有很多的方式 不然以前我们在作战演习的时候 怎么会有那么多密码表 密语表 你拿到这张纸上面 全都是机密 我告诉你 你没有解密表 你看不懂 国防部就是这样做的 对不对 你没有解密表 这都是乱码 你看不懂 你要有解密码 你才看得懂 所以国防部未来 他一定要做这些防险措施 因为马维俊有个障碍 你知道吗 叫做保密切捷签立障碍 他不太喜欢 他不太喜欢签保密切捷 可能有这个障碍 就保密切捷 不能签 所以那国防部怎么办 他当然会用更周延的方式来保密 对不对 那马维俊就看不懂 看不懂这写什么 太专业了 对 太专业了 因为我跟王定宇是懂 我们是老委员 很多菜鸟不懂 所以你们要提供更多一点 要求国防部 想写得更白话一点 太多专业术语 可以看不懂 我听到他们这样跟我讲 我都在笑 我说到底是谁看不懂 应该是你看不懂吧 国防部这样就对了 我告诉大家 真的想知道的 自己去国防部 再来问 问的话 你就要签保密 到了国防部地方 你就是规规矩矩 签保密 在立法院里面 国防部不敢对委员 不礼貌 一定是恭恭敬敬的 所以马维俊 这一次想要再从国防部 或是国安局 这边拿到任何的机敏资料 除非你自己够专业 好好的去研拟一下 研究一下国防安全的专业 不要在那里做一些 大家看了觉得非常新奇的事 否则的话 以后国防部跟国安局 提供给你的资料 都是中文 你可能会看不懂 对 不过我们看到 因为现在立法院的状况 就是国民党完全不懂得利益回避 涉嫌泄密了 反而要去组织精密会议 然后该被调查的 王玉敏 反而也是去当招委主席 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绿营就开始在 全面批判国民党 是不是要全面护航 包括马文君 还有王玉敏 同时因为台北市议会 绿营方面也因为 针对虐童案 希望在周五 明天要召开临时会 希望台北市长蒋万安 能够针对虐童案 来进行报告 但是传出国民党 打算反制 要不排除 发动 假动 来反制 禁止议员 出席临时会 然后造成留会 蒋万安就不用报告了 来 金黄 国民党是打算全面护航 打算全面 只手遮天吗 这样过度保护蒋万安 为什么这样讲 你去看这次的虐童事件 这次的台北的虐童事件 你可以发现 他主要的这个连台北市议员 国民党籍的 自己都质疑这个事件 那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你不让蒋万安去做专案报告 那说得过去吗 说不过去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看 这个民调状况 民调状况讲到虐童案 谁该负责的时候 百分之六十二点六的民众认为 台北市政府你是有责任的 台北市是应该要负责的 虽然民众也认为中央有责任 但是很明显的 认为台北市有责任的 比中央来的高 大概七到八个百分点左右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明显 台北市政府到底该不该 对这次做专案报告 当然要嘛 而且连台北市议员 自己都问一件事情 请问那个本来社工 应该要去探访那个保姆的 九月份到十二月份的时候 只有两次而已 两次也就算了 十二月份关键的那一次 距离这个我们讲说 小朋友死亡的时间 只有三天的时间 你因为保姆跟你说确诊 所以你就没有去了 这件事情台北市政府 总是应该要说明一下吧 很合理吧 社会局要报告 是 结果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看这个民众党 民进党都认为说 你这个时间台北市长 蒋万安 你应该要到议会 去做专案报告嘛 讲清楚状况嘛 要不然台北市 如果再发生一样的事情 请问怎么办 你总是要把洞补起来嘛 做个说明嘛 结果呢 这个时间传出来说 国民党要假动反制 而且这假动反制呢 是说我们大家都不去出席 不去出席呢 让你留会 所以重量这叫技术性的留会 让你技术性留会完了之后呢 蒋万安就不用去了嘛 但是在这时间点 这个方法呢 是过度保护蒋万安嘛 你根本是怕蒋万安 在这事情上面被质询下去嘛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请不要忘记 在这事件 蒋万安这个有一句话 真的是失言啊 他说台北他是 公亲变世主 台北市在这件事情 请问是公亲还是世主 你是世主耶 他负责耶 所以讲话 当蒋万安讲出那句 公亲变世主的时候 这时间其实很多议员 台北市议员 去质询你 质疑你是天经地义 那你就回应就好了嘛 不管是道歉也好 或是反省也好 或是检讨也好 你总是要有个明确的交代嘛 结果在这个时间呢 看起来 这个国民党在这件事情上面 是要护航到底呢 那你当然就会遇到民众之一 而且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说讲话遇到挑战 还不止这一个 现在是连台北市议员 这个陈崇文涉及的 这个涉贪护航的 这个案子里面 这个连他这家公司 叫台志光 你知道陈崇文这家公司 叫台志光 台志光在台北市 做到什么程度呢 在这个本案里面 这个现在传出来说 他招业者招待陈崇文喝花酒 但这不是最离谱的 我告诉你什么是最离谱的 套句黄国档讲的太离谱了 什么叫太离谱了 竟然说这个厂商 台志光可以去呛台北市政府说 这个如果你们不答应 我们的条件 那我们就让你台北市政府断亡 看你讲话瘦不瘦得了 各位你要想说 厂商在台北市 可以这样呛台北市长 是太嚣张了吧 是 有这么夸张 这么嚣张的 这里面条件是什么状况 这里面是在于说 本来这个台北市政府 监视器用的 网路的服务是三妹的 本来不是三妹的 然后厂商报价三妹 是要求说 价格是2200块 结果市议员在外面询价 发现说 这价格1761块就有了 为什么你台北市 这一家台志光报价格 要2200块呢 所以台北市政府 自己本来要检讨 把价格降下来 结果反而是议员主动反过来 认为说 你这样子是这个降价 这个怪怪的 就讲了就陈重文 这是国民党的议员 而且现在也传出来 还有其他国民党的议员 也涉及在案子里面 结果呢 这个厂商 竟然可以对台北市政府 呛吓 呛吓讲万安说 这个你受不受得了 你如果要不答应 我的价格呢 我就直接给你断网 甚至呢 让台北市的官员呢 说说让你台北市警局的局长 你还要不要继续干下去啊 厂商讲到这种话 就现在台北市 我看到这个蒋万安的回话 跟台北市法治局的回话 做调查到这种程度 回的看起来不痛不痒 不清不痛不痒 就看起来呢 就没有很明显的 让大家觉得说 你在这件事情上面 是不是要做明确的回复吗 因为很明显 这个案子检调查到现在 看起来应该是弊案了吧 那不能不解决 因为蒋万安现在 反正去上 他刚刚上任一年 这一年的预算是 柯市府那时候留下来 可是现在是蒋万安的哦 现在开始是蒋万安的哦 蒋万应该要展现魄力啊 我在怀疑啊 问题这么明显了 我在怀疑 今天陈崇文这个案子 不是别人提报的 是台北市政府自己去搞的